欢迎收看3月11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门琪 首先先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店区公所获得109年度新北市政府雨水下水道及道路测沟维护管理绩效考核第一组第二名 配合防疫措施新北市19座公立纳谷塔实施人流管制 鼓励民众献上追思 三四月是幼花开花的季节 安坑地区幼子园飘散着浓浓幼花香 中央修法新北市平林区206笔土地约56公顷土地解除超线利用列管 今天的热点看播要为大家介绍机上河my video墙片 航海王奔向大海员父亲伟大的梦想 新店区公所日前获搬109年度 新北市政府雨水下水道及道路测沟维护管理绩效考核第一组第二名 能够获得这项殊荣相当的不容易 因为必须要将暗不见天的下水道和测沟清整干净 并且做好日常维护 新店区公所日前获搬109年度新北市政府雨水下水道 及道路测沟维护管理绩效考核第一组第二名 新店区公所公务客客长徐武雄表示 由于辖区浮沿广阔 所以在维护工作上以系统性的方式 让作业更有效率也更有成效 用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从上游一直到下游去做清理 然后让一个排水湘海能够很顺畅的排泄到外面的 景美溪或新店溪去排放 也避免一些地区有一些地洼地区会有淹水的现象 公务客客长徐武雄指出 在新店地区内现有的排水设施中 会依照地形地势及都市计划的划分 主要分为六个排水分区 按照属性透过干线系统清整下水道湘海和测沟 同时也结合了五大业者 包括大新店有限 新唐城有限电视等等 一同进行维护工作 集合了一些业者 这五大业者 大新店 新唐城 其一些有限电视业者帮我们协助清整一些这些所谓 测沟和雨水湘海里面的一个染线整理的状况 让这个排水更有成效 然后加上清洁队的大力协助 我们测沟淤积的状况也是大量在减少当中 在地面底下的下水道和测沟虽然平时看不见 但却关系着是否会积淹水的重要关键 维护工作都必须在暗不见天的环境下进行相当的辛苦 幸好有赖于新店公所团队平时的维护 才能够让排水顺利 环境更加良好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清明节即将到来 为了配合防疫政策 新北市19座公立纳谷塔将实施人流管制 并且请民众入塔平吊时要佩戴口罩 禁止饮食 尽量不久留 都是鼓励民众改以线上追思 同样可以表达记足心意 清明节即将到来 新北市民政局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今年持续推行防疫作业 19座公立纳谷塔的法会都停止办理 延后到疫情结束或者是改以送经方式 清明节当天会由区长主计 代表民众向先人表达敬意与追思 民政局表示 在防疫措施上会实施纳谷塔人流管制 请民众入塔平吊时要佩戴口罩 禁止饮食 配合工作人员量测体温 并宣导入塔平吊不久留 也请民众配合 尽可能改在户外棚架空间祭拜 另外也鼓励民众改以线上祭拜 今年新北线上追思会进行系统强化和见面更新 预计最快清明节前两周会推出 希望透过实地拍摄 完整呈现 让民众追思时 身临请静 不用出门就能够潜心祭祖 同时呼吁民众可以提前或利用平日前往祭祀 避开假日人潮 降低感染风险 共同为防疫努力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柚子的美味大家都知道 不过你看过柚子花的模样吗 三四月份正是柚花盛开的季节 柚子树会结满一串串小巧结白的柚子花 浓浓的香气飘散在整个柚子园中 走在里头让人心晃神怡 走进柚子园中 一阵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 映入眼连的是一串串雪白小巧的柚子花 在翠绿色的柚子叶衬托下更显娇美 大口深呼吸 甜美的花香更是令人心晃神怡 每年的三四月正好是柚花盛开的季节 安坑地区幼农张荣奇说 柚子树到了这个时候 总会开埋许多柚花 还会新许多蜜蜂前来采蜜 这个柚子都三四月这里开花 开了会整个园区都蛮香的 柚花除了闻香之外 其实也可以拿来泡茶 柚花茶会带着淡淡香气 不过张荣奇说 其实柚花茶带着苦味 如果放入太多花瓣 茶汤甚至会苦到难以入口 此外大家知道 我们吃的柚子是怎么来的吗 就是等到柚子花凋谢之后 中间留下来的绿色小果子 便会逐渐长大变成柚子 从结果到采摘 大约需要历经半年时间 因此到了中秋节前后 这园区里的柚子树就会结实累累 长满一颗颗 温原饱满的柚子 记者是明天门奇 新店财宝报道 茶叶是新北市平林区重要的经济来源 不过当地的茶园 却因为未处宜林地处处受限 还好在109年底中央修正法令 平林区206笔受限土地 约56公顷 全数解除超限利用列管 茶笼将可以扩大耕作 或是大规模翻新茶园 早期中央将坡度较多的土地定为宜林地 只能够用来造林不能耕作 在宜林地上 经营茶园等农作物都会被视为山坡地超限利用 以茶叶为重要经济来源的新北市平林区 却有许多茶园是未在宜林地 全区受限土地共有206笔 面积达56公顷 造成茶笼相当大的困扰 因此新北市政府在民国99年 含请中央解除超限利用限制 经过10年努力 终于在109年底修正法令 平林区超限利用案件已全数解禁 我们本来有一些超限利用 它已经就有茶园不能再复根 如果这个解崩之后 我们将来那些旧有茶园可以再继续使用 那些茶笼它有地可以再种茶叶 对我们整个土地受限 而且土地少的人 对他们的帮助是非常的大 解除超限利用限制后 茶笼将可以扩大更做 或是大规模翻新 不再受法令限制 也不必担心受罚 对于当地的茶产业发展将大有帮助 记者陈平正门奇 平林财富报导 广告后继续来看热点看播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台湾就是要前进 爱台湾就是要下风 爱台湾就是要来台湾伴手里 从爱台湾发现新台湾 网路搜寻爱台湾 今天热点看播要推荐的是 MyVideo的强档电影 航海王奔向大海员 父亲伟大的梦想 剧情描述少女阿曼达 由于握有去世父亲的宝藏图秘密 连同弟弟妹妹一起被海贼团掳走 阿曼达说动了船上负责看守他们的打杂海贼 带着他们一起逃跑 躲藏在一座无人岛寻宝时 恰巧碰到了草帽小子一行人 就在一伙人相处甚欢时 拜扬海贼团的查普竟然也寻现追来了 赶紧来看紧张刺激的剧情介绍 我需要它 然后我会有它 好了 这是能带来幸福的魔法 我能为你们做的事也只有这样而已 请你原谅我 话说回来查普团长 这次工作真轻松啊 只要把小鬼们带来就好了 跟吃饭一样简单 不要小看那些小鬼 他们可是如假包换的摇钱树 看来这下有好消息可以回报给头子了 卡姆居然在开派对 我不想再干这么辛苦的差事了 干脆不要在这艘船上工作算了 你说这什么蠢话 既没钱又没地方投靠 你想喝西北风啊 说的也是 你们两个 干嘛 怎么还醒着 快去睡觉 明天可是和头子见面的大日子了 要不要带着我们一起逃走 当然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我会把我知道的藏宝地点告诉你们 你们很缺钱用吧 如果能顺利逃走 不管是钱还是宝物 你们爱拿多少就拿多少 这笔买卖应该很划算吧 喂 小鬼们不见了 是帮你还把护士他们干的 这两个乐死人竟然敢背叛我 快找 还不赶快给我找啊 不管怎么样 都要把他们抓回来 奔向大海员 父亲伟大的梦想 好舒服的阳光啊 就是啊 海面也很平静 这附近大概是春天气候的海域吧 不过话说回来 你会不会也太懒散了一点呢 船长 喂 罗夫 小心别把鱼竿弄掉了 哎 罗夫 我才刚警告过你而已 捡回来 快点给我捡回来 嗯 嗯 还好 你想杀着我啊 他还真能睡 接着要来看波贝亚 有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店家防护2.0聪明上市 引进AI人工智慧技术 让您更安心 申办促洽2917 3939 银春纳服务办光鲜上网想好服务 申办120枚以上指定方案 想好理三选一 另有限时加码优惠 速洽客服占线2917 3939 3月1日至5月31日 新北市土屋举办借书自由妙计活动 只要当月在总馆、青少年图书馆等图书馆 使用自助借书机 借书累计达15本以上者 就有机会参加抽奖 活动详情请上新北市图官网查询 新北市图实定分馆110年3月份 举办爱阅读、萌芽从书第二集 身边系列书展 欢迎民众踊跃立临 新店护证事务所110年连续假期间 暂停受理各项业务 请市民避免于廉价期间至护所洽工 以免徒劳往返 以上的新闻内容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清店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